原子梭提出之后 科学家发现物质虽然由原子组成 但自然界中大多数的物质 都不是单一原子存在 都是由两个以上的原子组合而成 我们写一下 我们知道前面有什么 倒吞 倒吞或讲倒钝 他提出原子梭 他说原子不可以再分割 物质都是由原子 依照一定的比例组成 叫原子梭 倒吞他当时说水 他说水是HO 不是H2O 但是后来两个科学家 有一个科学家叫做亚佛加绝 另外一个叫做格里萨克 格里萨克在做气体反应实验的时候发现 倒吞的原子梭无法解释他的实验的结果 后来亚佛加绝他提出了分子梭 才可以证实格里萨克他所做出来的实验 这个详细的过程你们在高中才会学到 分子梭提出来之后 水 好是这样子H2O 这个才叫做水分子 这整个过程是属于高中的范围 你在高一的时候化学才会讲得很仔细 这边只是稍微踢一下而已 介绍哦 什么叫原子 什么叫分子 这个原子老师都这样教 叫only one 就一颗叫做原子 那分子的话叫tumor 两颗以上的我们叫做分子 而原子它可以组成分子 我们来看例子 像氧原子啊 氢原子啊 金原子啊 铁原子啊 惰性气体像氦啊 或者奶啊 好这些等等 这些都叫做原子 分子的话 两颗以上 像氧气O2 像臭氧O3 像硫 硫是八颗组成的 S8 或者是零 四个P组成 好 P4 或者水 就有三颗 这都叫分子 随便写很多 像硫酸 这个叫分子 像葡萄糖 这也是分子 但是 有一些例外 很特别 金属 像金 钙啊 铁等等 金属 这第一组 还有一组 惰性气体 像氦啊 奶 雅各 山东 等等 这些叫做 单原子分子 它非常特别 这种我们叫做 单原子分子 它既是原子 也是分子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物质的组成 老师这最后一个要写物质 一开始组成物质的我们叫次元子 次元子就是中子 次元子会组成原子 原子再组成分子 最后分子就组成所谓的物质 老师举个例子 像水 水是一种物质 它的分子叫H2O 组成的原子 有氢原子跟氧原子 接下来物质 还可以分成 纯物质跟混合物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写过了 物质又分成纯物质跟混合物 除物质又分成元素 还有化合物 东东东 Well 感谢观看